国会冲突 蓝绿尾扭打成一片 韩国瑜被篮尾们团团围住 仍坚持走完 表决程序 没看错 表决墙上全反白 全数立委现场已举手表决 但过程争议频传 现在进行反表决 反对国民党条文 请举手 哀酸人数没过半 自创反表决招数不用过半 多数决就能通过 还有民进党立委参议于 人在场外却被强迫上车 我驾出来外面 都跟我说一驟108 怎么招的 我不知道 摊开议事人员记录 白纸黑字 赞成60人 反对50人 在场人数却是108人 这样的表决过程 民进党怎能接受 请问幽灵的了票哪里来 这不是座票 什么是座票 蓝白知道自己的法案是违宪的 他们怕未来有人会追究 就不知道是否议事人员出包 朝越僵持工房15小时不停歇 一路站到午夜 修正条文中 总统每年三月要钱 需复立院国情报告 且立委进行口头提问 总统应依序及时回答 顺利二读 请朱一文出来面对 请柯文哲出来面对 我要呼吁韩国瑜 最后的呼吁 请你选来的马 强力的潜责 民进党的暴力跟古宝无天 试图攻占主席台 还禁锢我们的国会议长 你们民进党总会用这一种 暴力插队的方式来处理 而且摆明就是 要么就冗长花圆 那甚至不然就使用暴力 我觉得这样 当家不闹事 很难想象说 今天怎么会是执政党 在做抗争 赖清德脸书也发文 欣系台湾未来 面对程序不正义的议事过程 大家人奋战到最后一刻 展现我们守护民主 坚强意志 无疑再审国会改革法案 蓝绿白全武行 恐怕还会上演 静心文聪报道